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数数的这个算法 我们前面看了它的原代码 我们从一副语句 集联的一副语句把它改造成了while语句 但我们还没来看过它的算法 其实它的算法呢 应该描述成这个样子 我们首先呢 让人用户输入那个x 然后我们要促速化那个n为0 接着呢 我们要最爱的事情是 让x等于x除以10 把那个个位数给去掉 然后让n加加 那么之后我们来判断说 如果x大于0的话 我们就回到3 否则的话n就是结果 也就是说在这个流程当中 我们先要去做那个x等于x除以10的事情 把个位数去掉 n加加之后再来判断 它是不是大于0的 而我们之前写出来的那个程序呢 为什么我们如果把这个n加加 前面的这个x除以10 拿掉之后 它对于某些情况就不适合了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把它拿掉 就意味着5这句话 我们是在3这里做的 对吧 我们先去判断x是不是大于0 然后不大于0的时候 大于0的时候 我们再来做那个该做的事情 而其实我们的算法是说 你先要去做那个除10的事情 所以我们最开始出现的那个写法是对的 我们在循环的外面 先要去做除10 做完一遍以后 再来判断循环 这个条件是不是满足的 x是不是大于0的 如果满足的 我们再来重复做那个事情 那么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结构 可以更好的表达这个事情 可以更好的去做这样的循环 不是说我先去判断条件 而是按照我们的算法的要求 先做事情 做完了一轮以后 再来看条件呢 这就是我们的赌瓦尔循环 赌瓦尔循环在进入循环的时候 它不做检查 而是在执行完一轮循环体的代码之后呢 再来检查循环的条件是否满足 如果满足 回去继续做 如果不满足 循环就结束 所以赌瓦尔循环呢 长成这个样子 有一个读开头 然后有一个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的东西 当然这还是叫做循环体 然后它大括号的后面呢 有个while while后面和while语句一样 有个原括号 原括号里面有条件 最后有个分号 赌瓦尔循环的最后一定要有个分号 因为如果没有分号的话 这个语句最后是一个原括号 相当于这句话没有结束 结束一个语句 要不是大括号 要不是分号 所以当它最后是原括号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有个分号来表达它结束了 这是赌瓦尔语句的流程图 我们不管怎么样 就先进循环体 条件 循环体做完之后 看条件 条件满足 循环继续 条件不满足 离开 去做后续的语句 你看在外面有两个流程图 哪个是while 哪个是the while呢 是不是 左边是while 右边是the while 还是右边是the while 左边是while呢 等等 我好像说的两个是一个意思 是吧 好我们来重复一遍 我们想说的是 到底哪个是while 哪个是the while 是不是 左边的是 the while 右边的是while呢 这回好像我说对了 对吧 我们左边的 这个流程图 是the while 因为先进循环体 再判断条件 这边呢 是while 因为先判断条件 再进行循环体 while和the while 就只有这一个区别 其他都是一样的 当我在说 其他都是一样的时候 我特别想说的是 那个原括号里面的条件 是一样的 他们的区别只是说 什么时候判断条件 while呢 循环进去的时候判断 the while呢 循环出来的时候判断 也就是说 无论条件满不满足 the while呢 一定做一遍 而while呢 有可能一遍都不做 于是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 这样的代码来 我们做了一个 dual循环 那么这个循环体内的句子呢 就是无论如何 都是要做的 对吧 因此 不管x是多少 我们先会让x去做出等于10 让n++ 然后我们再来判断x是不是大于0 因此如果x是0 他也会做这一件事情 n就会得到1 当然如果x是大于0的差值 这个运行肯定也都是正确的 我们来跟踪调试一下 我们呢 把断点设在这个第八行 读语句的前面 然后我们来调试 我们先输入一个数 比如说352 那么因为这是读语句 所以呢 没有任何条件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进来 我们现在的x呢 是352 然后我们进了循环 我们做下一步 x变成35 n++ n变成了1 这时候我们在循环体做完以后 我们再来判断条件 我们发现说x大于0是满足的 于是下一步 我们回到了循环体内部 然后x出于等于10 再出于等于10 x是35 出等于10 得到了3 然后n++n变成2 再来判断条件 是不是大于0 x等于3 条件它是满足的 下一步又进去了 再出于 现在x变成0了 而n也加到了3 再来判断条件 是否满足 这个时候x等于0 大于0的条件不满足 于是我们离开了读挖尔循环 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输入的是0 x等于0 那么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进去的 whilex大于0的条件 是要到后面才来判断的 现在我x等于0也没关系 我还是要进去的 所以我会做一次 让0除等于10 还是得到了0 然后n会加加 一次n是1 这个时候我在来判断 x是不是大于0 x是等于0 它不满足 所以我们出来了 但是n已经得到了加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像这样一个数数的 这样一个事情 while和dewile 两种循环都能做 但是可能有更适合的 因为它们毕竟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吧 就这个条件是什么时候判断的 要小心 while结尾要有分号 如果没有这个分号 当然编译都会过不了 会报错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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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